我们看到东盟的十个成员国 还有包括美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俄罗斯等其他八个国家 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相关峰会和东亚峰会 已经逐渐的进入尾声了 我们下面连线在新加坡现场采访的 美国基因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来为您报道相关的进展 荣香我们知道这一次东盟一连串的相关会议 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 对美国政府来讲 希望能够在这场会议里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对方美国出席东盟相关会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会中强调 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 还明确阐述美国在一个自由与开放 印度太平洋战略之下的这个政策的含义 那么在这个战略的思维之下 他表示美国反对一个国家以威权主义 具有侵略性的行为 不是其他国家的主权 那么尽管在会当中 并没有和中国的总理李克强 另外单独举行的双兵会谈 不过两人在东亚峰会期间的短暂的交谈 兴起取得关注 那么尽管没有明指中国 但是美国在会当中表示 美国可以对亚太的盟国 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安全上 今天有根旁的选择 红斯还在会中提出了所谓的创建基金的构想 被认为是来针对中国的一带路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红斯怎么说 我们都同意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没有帝国和侵略 美国已经采取果断行动 在整个地区推广这一愿景 重点是促进繁荣 安全和共享的原则 我期待今天与你们讨论这些步骤 他们包括我们为促进该地区基础设施的 更多私人投资所采取的行动 以及我们对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的 大胆追求 那么在东盟相关峰会期间 美国也和一些国家的元首 另外单独举行双明会谈 这也包括了彭斯和韩国总统 文在寅的双明会谈 那么在两人会面之后 彭斯对随同空军二号专机 随行采访记者们进行简报 那么他表示美朝的外交继续积极密集的进行 但是美国并不急着放松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那么针对美国之间记者的询问 他表示美朝之间的第二次峰会 也就是特朗普总统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 第二次峰会的相关准备在进行当中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副总统的公司 怎么说 我们确实谈到了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第二次峰会的计划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相关的计划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认为美朝第二次峰会可能在明年1月1号之后举行 但其时间和地点仍在计划当中 韩国总统文在寅告诉我 他相信如同特朗普总统相信的那样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希望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久前美朝推迟了高层会谈 这不应该被过度解读 我们都会继续努力安排美朝二次峰会 我知道特朗普总统决心这样做 那么传统上东盟的取得的国家和朝鲜的关系 甚至维持有关系 我们同时在会议当中也表示 希望这些国家 尤其东盟的和朝鲜的关系国家 其实既然换了新加活动 不要放松对朝鲜的指财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张荣湘 在新加坡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 感谢观看